娱乐圈的超级大瓜来了 顶流肖战居然被人实名举报偷税逃税 难道肖战又要遭遇一次他防危机吗 众所周知 娱乐圈因为偷税逃税翻车的明星太多了 其中很多都是大牌明星 没想到现在就连肖战也被卷进来了 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呢 9月25日 娱乐圈惊传猛料 顶级流量男演员肖战被匿名人士实名举报 涉嫌偷税漏税 引发网友热议 曝光者指责肖战多年来通过各种手段逃避缴税 涉案金额巨大 此事一出 立即在娱乐圈引起轩然大波 肖战粉丝表示无法接受 纷纷质疑曝光者动机 最近娱乐圈反倒卷风波不断 各种负面消息此起必复 其中人气顶流肖战被网友实名举报涉嫌偷税一事 引起广泛关注 具体情况是 有网友在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的官方网站上 提交了一封题为 小展涉嫌勾结导票偷税的检举信 信中详细举报了小展的多项可疑迹象 举报称 小展作为一线流量明星 近几年来 带颜费和出演片酬都十分高昂 但是他背后的工作室和经纪公司 却从未对外公布过任何财务报表 对于具体的收入数额首口如瓶 2020年 小展推出个人单曲光点 这首歌以天价定价在多个平台上线 并迅速取得了井喷式的销量 据称总销售额高达1.6亿元 然而 这笔巨额收入的去向至今沉迷 小展的工作室也没有进行过任何公示 2021年 小展主演的话剧《如梦之梦》开启全国巡演 共计演出了72场 票价官方定价为1680元 但实际上 大部分票员都被资源掌握者和黄牛控制 普通观众几乎无法在正规渠道购票 与此同时 黄牛票价更是高达3000元一张 据称 有黄牛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炫耀 靠倒卖这场花剧的门票在北京购买了多套房产 门票的非法转销是否有组织参与 令人深感疑虑 此外 举报人还指出 肖战的收入都是直接打入了其父亲肖伟名下的一家文化公司 该公司不对外公布任何财务信息 很可能是肖战用于转移个人收入 逃避个人税务的空壳公司 这与此前被爆出的宋祖儿 远冰岩等一人偷税手法如出一辙 北京税务部门已回复收到该举报 但尚未对肖战本人采取任何行动 而肖战方面至今也没有对这一事件做出回应 下一步是否会配合调查 尚不得而知 需要指出的是 上述举报虽然质疑点甚多 但绝为主观猜测 未提供确切证据 肖战作为业内形象向来正面 真相如何 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但无论如何 肖战被举报一事 对其声誉打击已成定局 粉丝们也只能焦虑等待真相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然而仔细分析举报内容 不难发现谭谋的举报存在太多漏洞 难以成立 首先 举报书中提到肖战近年来的商业代言费 和出演作品的片酬报价无法佐证 都是网上传闻无法求证的信息 但根据文化部和国家广电总局联合颁布的规定 演员的片酬不可以超过影片制作成本的40% 作为内地知名流量小生 肖战确实演技出众 但他出道时间不长 参演作品以青春偶像剧为主 投资规模不大 据知情人透露 肖战凭借热播剧陈情丽一炮而红 但作为平台自制剧 片酬仅为几百万元 所以举报中所称的一元片酬 恐怕与事实不符 其次 举报称肖战个人单曲光点总销量高达1.6亿 但是音乐的版权收益比较复杂 需要多个方面分成 作为演唱者 肖战能取得的只是千分之几的分成 想要证明这都是他的个人收入非常困难 且肖战所属的工作室不是上市公司 不需要公开财报 外界无法获知真实收入 票价虚高问题 但话剧票价的制定过程比较复杂 需要总和考虑演出场次 制作费用等因素 并非一人个人可以随意决定 且作为大型话剧 不仅仅肖战一位明星参与 还有多位演员的出场费 工作人员的劳务费等成本 按时党票价计算 平均票价在700-800元 与其他明星话剧演唱会的定价没有太大差异 并不属于天价 除此之外 举报书还称 《如梦之梦》话剧的赞助商 是肖战代言的懒人坚果 但事实上肖战并未代言该品牌 相关说法纯属虚构 进一步分析 举报以肖战最近两年的作品筹金 商业代言费 话剧票房收入等进行简单相加 声称他年收入超过9亿元 但考虑到各种成本和提成 实际入账的只有一个小部分 最后 举报称 肖战通过父亲的公司 转移收入 投逃税收 但父亲公司为有限公司 不是上市公司 不需要公司财报 而且仅凭公司负责人姓氏肖 无法确定就是肖战的直系亲属 而且本事件的关键点是 和某女星被工作人员 被举着身份证实名制 举办不同的地方是 此人全篇通用一次 并且没有任何真实证据 也没有说明自己的身份 全靠意想的一个举报还能传播 没有娱乐圈背后推手 是不足以服众的 实际上 从2020年至今 肖战作为顶流 一直被多个娱乐圈明星紧盯 少有动作就会被大众所知 在如此360度强曝光的环境下 他根本不会出现任何错误 话剧也早就结束了巡演 该事件为何在此时被传播 在某女星被举报后 是不是有某些人受到了 启发恶意举报呢 我们要看清楚 该事件中文案传播的目的和手法 目的是为了抹黑肖战 并且试图给他扣上桃水 代言虚假产品 利用黄牛牟利等罪名 这篇文章的手法 是利用网络舆论和公众情绪 来制造假象和误导 文章中使用了很多模糊 夸张诱导性的词语和语气 比如疑似 未见 据说 可能 恐怕等等 这些词语都是为了让读者产生怀疑和不信任感 并且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愤怒情绪 文章中也没有提供任何有利的证据和来源 只是随意引用了一些不相关的图片和链接 试图给自己的言论增加可信度 文章中还故意混淆了肖战的个人行为 和工作室的经营状况 试图给肖战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其次 耻瓜事小 但肖战的真实情况可能只被少数人看到 他在2020年因为一场网络暴力事件 而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和伤害 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和信念 他坚持了下来 并且用自己的实力和作品 回应了所有的质疑和诋毁 肖战在2020年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但他仍然慷慨的捐款支持了抗议 抗灾 扶贫等公益事业 他也一直关心和感谢他的粉丝 他们也一直陪伴和支持他 近年来娱乐圈明星偷税漏税问题屡进不止 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其中不乏国民偶像级人物 引发舆论哗然 这再次引发人们对娱乐圈乱象的反思 2022年 多家媒体披露了一份涉嫌偷税漏税的明星黑名单 列出了吴京 陆寒 陈思成等十多位知名艺人的名字 曝光金额高达数亿元 其中吴京被点名补缴税款高达3亿元 引发网友热议 这位曾以爱国作品闻名的演员 还有爆料称 青年实力派女演员宋祖儿涉嫌偷税达4500万元 宋祖儿的前公司员工将具体账目披露于网络 事后宋祖儿工作室否认造谣 但相关部门仍要求其配合调查 多家电视台随即取消与其的合作 代言品牌也紧急撤离 宋祖儿本可成为演技派 如今却沦为公众口诛笔伐的对象 偷税门曝光后 不少艺人纷纷被约谈 新人演员蒋依依就在被曝光偷税238万后 迅速补交了欠税 然而她还卷入了为传销组织代言的丑闻 亦难脱道德沦丧的恶名 本可大方异彩的新星 如今却只能安然离场 业内人士分析 明星通过阴阳合同逃税已行之有年 他们爆烧演出片酬 剩余通过增资名义偷逃税款 每年上一甚至十几亿的税款 就这样落入明星腰包 这种手段履禁不止 明星靠一个笑脸就可以轻易获利 却不把国家法律放在眼中 经纪公司更是明星偷税的帮凶 据称许多经纪公司与剧组公司有暗箱操作 利用各种隐蔽方式谋取私利 并教唆一人逃税 有评论认为 偷税门背后是娱乐圈的系统性问题 需要坚决打击经纪公司涉税违规行为 从源头上遏制风气 肖战的税务问题真假难辨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调查清楚 还明星一个公道 作为粉丝 我们也要理性看待 不要无条件的为偶像背书 在娱乐圈光鲜亮丽的背后 或许隐藏了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们都应保持谨慎和理性 不轻易下定论